此人三聚元帅之位毛泽东听闻后批了这四个字,徐向前原名徐向迁,自子敬,1901年,出生于山西舞台1990年,是是,是我国,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家和军事家,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,还是一名优秀的领导者,带领军队不断立下大功,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,在他身上可以称得上传奇的事, 他所带领的军队里面竟然在之后有800人都成了开国将军,虽然他对中国军队的影响,可以说是巨大的但他却不愿接受元帅这个军衔,毛主席对他的表现很是惊讶,在得知他三番五次拒绝的原因之后,更是当他为他批示了好人,好人,这么四个字,足以看出徐向前的高尚品质, 但最后中央鉴于他的功绩,还是把他列为开国时大元帅之一,他所带领的军队风气,很好他的领导方式,也很受用,战士们也都对他很是敬重。 在后来的土地革命时期,他把厄狱这个地方,在原本的仅三百人军队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超强的能力,竟然扩充到了四万余人并把此队伍,面名为红四方面军。 那个时期,徐向前元帅所领导的军队,可以说是人才被出其中就有很多徐室友,刘华清之类的被人所熟视的多位作战猛将,并且之后的开国将军里有八零零多位,都是他所带领的部下。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1955年授贤仪式举行时,毛主席及其多位领导人统一生意后,决定要为徐向前授予元帅军衔但他却三拒绝,声称为国家服务部追求所谓的头衔名利。 他回绝的话的意思大概是,革命运动已经获得了圆满成功,他为国家效力的任务也已经完成,这个元帅的军衔有无都无所谓。 毛主席听完他的话很是感动连连惊叹,好人,好人这次各自或许是毛主席对他最好的鼓励与嘉奖。